根据推特最新公布的年度统计报告 川普是2017年当中受到最多讨论的人物 欧星社分享 根据推特最新公布的年度统计报告 2017年当中受到最多讨论的人物是川普总统 但推文获得网友按赞次数最多的 则是前任总统欧巴马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推文获得网友按赞次数最多 图为欧巴马呼吁美国各地落实环保行动 报信资料照记者黄慧玲摄影分享 创立于2006年企业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推特 拜川普效应之四 过去这一年来可以说是受到高度关注 川普的推文以炮火四射的风格闻名 除了透过推特书发布满 畅所欲言 还经常把自己的观点透过推文昭告天下 推特5日公布年度统计指出 川普不管是在美国国内或世界各国都是全球各国领袖当中 受到推特讨论最多的国家元首 这项年度统计的资料结算日期为今年11月20日 不过2017年受到网友最为喜爱的三篇推文当中 则有两篇来自于欧巴马 其中一则推文写道 没有人失意生下来 就会因为别人的肤色背景或宗教而加以歧视 另一则推文则是称赞联邦参议员马侃是美国英雄 我所认识最英勇的战士之一 癌症不知道对手如此坚强 好好对抗病魔吧 在20 17年获得最多网友转推的推文当中 有三篇也是出自欧巴马 川普的推文则都未能挤入榜内 虽然川普让推特在过去这一年里受到广泛注意 代价却是让推特必须面对外界严格检视 推特遭到批评的案例 包括不愿意删除川普有关北韩的推文 部分舆论声浪指出川普文字描述已经形同扬言要动用核武 如此是涉暴力的发文内容 理应遭到一出财事推特则回应指出保留川普推文是应具有新闻价值 欧巴马今年8月间发表关于没有人与声据来就会歧视的推文 获得170万次转推创下推特史上第二高转推次数 争取温迪汉堡提供免费鸡块 而在推特发文求助的鸡块小子威尔克森 卡特·威克森则是年度获得最多次转推的头号推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